全油管最快新闻,四川观察报道,一名21岁大三男生在地铁出站后失联,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据家人介绍,邓丽伟于9月3日下午从成都地铁5号县南狐狸交站闭口出来后就在没有联系,手机也被关机。 邓丽伟原先就读于德阳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。 他的背包和眼镜已经在双流锦江路发现,但手机和身份证并不在包里。 邓先生的父母表示,他们是在老师的电话中才了解到儿子没有去学校,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成都一家酒店退房。 此事目前仍在调查中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